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,告诉人们一个可怕的景象与大劫难有关。 刘伯温看到大劫难发生在猪、鼠年间。 巧合的是,2019年和2020年正是猪、鼠年,中国爆发了一连串的瘟疫,包括非洲猪瘟、鼠疫、武汉肺炎等疫情,扎堆来到中国大地。 这似乎验证了刘伯温的预言,面对各种灾难,刘伯温悲记中告诫人们,如何脱离危险。 刘伯温又名刘姬,曾辅佐朱远璋大天下,建立明朝,是明朝开国宰相。 为人获达正直,连结奉公,不仅是一代名相,而且是一位得到高人,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预言,包括广为人知的烧饼歌。 刘伯温的预言经后人验证,直到现在为止,只要是已发生的事,都有准确的应验。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悲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出的,悲记告诉人们一个可怕的景象,与末法时期的大劫难有关。 2500年前释迦牟尼在世史预言,他的法只能传500年,之后为末法时期,由于人心变坏,他的法度不了人。 现在是末法时期的末法时期。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预言,都提到了末法后期,是几只教人类会面临一场大劫难,会淘汰许多人。 署名陈平的作者在《政见王解析》。 天有眼,地有眼,人人都有一双眼,天也翻,地也翻,逍遥自在乐无边。 解,天理昭彰,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依照宇宙的演化规律在演变,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,人类的行为也逃不过宇宙法里的衡量,天有眼,地有眼。 因此人人又都应该以宇宙法里的善恶标准来约束自己,具有一双分辨善恶的眼睛。 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、善、忍是宇宙的最高法理,即宇宙大法。 目前人类是风日下,道德水准在一日千里下滑,人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只要顺应宇宙特性真上任,就会逍遥自在乐无边。 贫者一万留一千,富者一万留二三,贫富若不回心转,看看死期在眼前。 解,这场末法大劫难,主要是以大瘟疫出现。在这场瘟疫中一万个穷人中会死去九千人,留下一千人,而一万个富人中只能留下二三个人。 这与十六世纪韩国的著名预言书《格安》一路中提到的,末法十七人类如不醒悟,将在怪疾中毁灭,十户难胜一的说法不谋而合。 这里的穷人是指平民百姓,包括普通的中共党员,富人是指达官贵人。 据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,在中国亿万富豪九成属官家,他们既是中共的既得利益者,又往往是干下伤天害理直式的中共贪官污吏,当然更是难过此劫。 然而无论贫富,只有回心转意,弃恶归善,就有可能得救,否则只能是看看死期在眼前。 究竟是什么事,使得连平民百姓都会犯下大罪,而遭此天遣呢? 回心转是什么意思?如何转? 平地无有无骨种,谨防四野绝人烟,若问瘟疫何实现,但看九冬十月间。 解,大瘟疫发起于某年的九、十月份,黄历。 结果将是平地无无骨,四野绝人烟。 行善之人得一见,作恶之人不得观,世上有人行大善,遭了此劫不上算。 解,这场劫难来世凶猛,作恶之人恐怕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,就被淘汰了。 而行善之人目睹这一切,当有人给你传九评,讲真相,而有人盲从中共,拒绝真相,不愿脱离中共不抹去身上的兽印,因而成为中共的陪葬真实不上算。 2020年是逢庚子年,庚是金,子是蜀,2020是金蜀年。 Pixabay 还有十愁在眼前,一愁天下乱纷纷,二愁东西饿死人,三愁胡广遭大难,四愁各省起狼烟,五愁人民不安然,六愁九冬十月间,七愁有饭无人食,八愁有人无衣穿,九愁尸体无人减,十愁难过诸数年。 解,这场劫难还会给人带来十大仇视,天下大乱,饥荒,湖广遭大难,可能是止水灾,各省可能都会有乱世,百姓惶惶不可终日,还有九冬十月间发起的大瘟疫,瘟疫导致死人太多而有饭无人食,尸体无人减。 2019和2020年是诸鼠年 韩国预言格安一路在描述这次大劫难时说,鸡尸如山毒疾死,六角千山鸟飞绝,八人万静人寂灭。 刘伯温在《金灵塔碑》文中从另一角度提到大瘟疫发生时的景象,父母死,男埋葬,爹娘死,儿孙扛,万物同遭结,重以一遭殃。 弱得过了大劫年,才算世间不老先,就是同打铁罗汉,难过七月初一十三,任你金刚铁罗汉,除非尚乃能保全,尽防人人艰难过,观过天翻龙蛇年。 姐,不管你是世间凡人,还是金刚罗汉,只有好自为之,奉行真善,过了某年的七月初一,十三,和某龙蛇年,二零二四,二零二五年是龙蛇年,才是真正的过了难关。 幼儿好似猪红武,四川更比汉中苦,大师吼如雷,胜过道白虎,犀牛献出为,平地欲猛弱。 姐,可能是指天灭中共时,在中国出现的新的领袖人物,这人精神许可并得神帮助,是如猛狮,战胜救恶势力,掌管天下。 届时,天地还会显出异象。 若问大平年,驾桥迎新主,上元甲子道,人人哈哈笑,问他笑什么?迎接新地主,上管三尺日,业无盗贼难,虽是谋为主,主作中央土,人民喊真主。 姐,大劫难后发生的事。 大劫难绝不是世界未日,地球毁灭了,大劫难后人类将迎来太平盛世,开始新的历史禁元,所谓上元甲子。 人民从内心赞颂真主。 银钱是个宝,看破用不了,果然是个宝,地下列不倒。 七人一路走,银又进了口,三点加一勾,八王二十口。 解,预言之所以很隐晦,还因为其表面有一层意思,而其内部还藏有另一层意思。 这里主要是破解其藏有的字迷,破解古代预言的字迷要用繁体字。 刘伯温预言中共灭亡和今日时局。 合成图片。 七人一路走,银又进了口,是真字,真的古代写法。 真的上部四七,下部尤人,一组成,将银字中的宫对其放进口中,正放反放一样,成了目字,宫反放时银字中一束一致左侧。 这一束夹目组成针的中间部分。 三点加一勾,是忍字。 这里是将三个点加到一个勾中,将一点加到勾上部刀字头中,成了刃,将二点加到勾下部撕字中成了心,上下从心组合成忍。 八王二十口,是善字。善字上至下由八,倒放,王,肝,口组成。 七人一路走,银又进了口,三点加一勾。 八王二十口,连起来应是真心向善。 只有真心向善,才能保全自身,远离危险。 人人喜笑,各个平安,人人可观,各个可传,有人印诵,勿取金钱,行善者可保,作恶者难逃,敬重天地神明父母,悉自止无骨,仅当切记。 解,正法行于世间之时,便是地球全面净化开始之时。 只有符合宇宙特性真、善,忍得人才能进入全新的未来。 早在六百年前,就由刘伯温向人发出了警告,被他看到了即将到来的这场大劫难和如何破解。 玄奇的是,这预言被隐藏了几百年后才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出,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。 就像贵州平堂发现几亿年前形成,几百年前崩裂的藏字时,上面有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,也是在几年前发现的,还有法轮大法在地球更新期的开始之年1992年传出。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,都是天意,是神在警示于人,慈悲于人。 海外看中国分析,在2019年末悄然而来的疫情,可能因了刘伯温泰白山悲剂,若问瘟疫和实现,但看九冬十月间,指瘟疫发起于某年的九、十月份,黄历,在公历十二月也差不多少。 另一句是,十愁难过诸蜀年。蜀年即将正式到来。 分析认为,大瘟疫要来往往与一个朝代的灭亡挂钩。 这次中共走的仍是2003年的萨斯隐瞒疫情的旧路,但现在明治已开,一个以保政权安全为第一的政权,怎会把民众安危看重? 不真正以民为重,在这一基础下的维稳,只可能越维稳越不稳,最后成为当政者自己的危机。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终能看清共产党的极端自私和流氓本性,这一次波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命关天的大危疫,真会触发中共的垮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